59歲蘇格蘭籍的摩力克 之前執教墨爾本勝利隊 兩度當選澳洲聯賽最佳教練 他鑽任港隊的新教頭 看過7場本地甲組聯賽 賺本地球員本質不錯 未來要踢出成績就要加強訓練 他說特別注重與球員溝通 大家剛談才可以幫球員慢慢執 究竟怎樣才踢得好 而體能就是重要的一魂 I think the physical strength of players needs to improve It's more about technical ability and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and those are the areas that need to improve 要帶領港隊走出世界排名 歷史谷底169位 魔術大膽地說打入一百大是指人可待 I do believe we can move up the ladder significantly otherwise I wouldn't be here and to be in the top 100 is not out of the question but it will take time That's a long term 而足總主席梁孔德就大讚摩利克是人才 有信心他可以將港隊打造成世界一百強 FIFA的計分制 當你認識到他的計分制時 你怎樣去找多打國際賽 就好容易將個題名一路升上去 即是對他都很有信心 是呀你現在最主要看你怎樣去安排賽事 摩利克我已經跟他說了 就是他找球員的時候 他當然要跟很多球會溝通 選球員分香港代表隊 他自己選的 我們不會干擾的 因為 對於摩利克說要大打一個有娛樂性的進攻足球 梁孔德就希望摩利克人如其名 因為他改的名字都不是容易改的 因為很多人有提議梅字 我不是做這個梅字 所以結果選來選去 我突然之間那天想找個摩字 摩利克我覺得名字又響了 還有那個 即是有意寫 梅克那兩個字 還有他現在自己都懂得讀他的中文名字 摩利克大隊的第一場球 將會是下個月29日 在旺角場有賽中華台北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韓榮生